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年轻人来讲 接近了成熟 对于中年人 那更是步入成功 但是对我来讲 又老了一次 每每想起这些 就越感到时间的争取 2023年一时 风控的枷锁打开 我就迫不及待地去了川西的雅哈亚口 看贡嘎雪山 释放意志已久的冲动 开始了这一年新的生活 一年365天 很快就会过来 回头去看也是收获满满 我除了每天去医院给母亲按摩和照顾 就是学习 不知道是谁说的 如果你不学习 就意味着开始老了 学习既是探索未知 也是不断充实思想 更是巩固与年轻人的友谊 这样说了 我还没有真正地开始老狱 这些活动虽然只有72天的时间 却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能量 人生不一定要有很多的意义 但一定要有意思 要做一个有趣的人 既懂得风花雪叶 又会柴米油盐 又有当下的云游四方 龙莲将至 祝愿我的母亲继续坚强 祝愿一路陪我走来的家人和朋友 健康快